我们这期视频来学习一下郁金香叶子的勾制方法 叶子用到的铁丝和花瓣用到的铁丝是一样的 26号铁丝 我们首先起针 小蒙子绕线挂到食指上 然后咱们起针的话起30个变子针和花瓣的起针方法相同 勾针绕线 再绕线勾出来 好 这里不算作是一针 我们开始正式的去起针 绕线勾出来 一 二 三 一共起30个变子针 30个变子针完成 我们第一个针目不勾 倒回到第二个针目里面 好 勾针挑起来 左半边的一根线 我们勾出来 勾出来以后绕线推两个线圈 这个叫做短针 我们一共勾四个短针 在第一个短针位置做一下标记 好 继续在下一个针目里面挑起来一根线 勾出来 两个短针 三 四 四个短针完成以后 我们勾出来四个中长针 中长针勾针绕线 挑起来一根线 勾出来 然后我们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同时退出的三个线圈 这个叫做中长针 这个叫做中长针 一共勾四个中长针 两个 四个中长针完成以后 我们勾出来九个长针 勾针绕线 挑起来一根线 勾出来 绕线 退两个线圈 再绕线 退两个线圈 这个是长针的勾子方法 一共勾出来九个长针 后面大家自行完成九个长针 九个长针完成以后 我们勾出来五个中长针 勾针绕线 挑起来一根线 勾出来 绕线 退出的三个线圈 一共勾五个中长针 五个中长针完成以后 我们勾六个短针 好 六个短针完成 在最后一针 这个针目里面 我们勾出来三个短针 在同一个针目 勾三个短针 三个短针完成以后 我们就要勾另外一半的叶子 另外一半的叶子 入针的时候 我们注意一下 要和对面你的针 入针位置在同一个针目 我们刚才短针的 入针位置在这里 我们同样在这里去入针 先勾六个短针 一 二 六个短针完成以后 咱们这个线头 长了几针以后 就可以剪掉了 然后我们接着勾五个中长针 勾针绕线 依旧还是和对面中长针的针目 在同一个位置去勾 退出这三个线圈 一个中长针 两个 大家按照这个方法去完成五个 接着我们勾出来九个长针 勾针绕线 穿进去 勾出来 绕线退两个线圈 再绕线退两个线圈 好 一个长针 两个 大家自行完成九个长针 九个长针完成以后 我们接着勾出来四个中长针 勾针绕线 穿进去 勾出来 绕线退出的三个线圈 一个中长针 按照这个同样的方法 勾出来四个中长针 四个中长针完成以后 我们勾出来三个短针 一 二 三 好 现在在最后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短针加针就是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勾出来两个短针 好 一个短针了 在同一个针目 再勾一个短针 我们把记号扣取下来 勾针穿入到记号扣标记的这个位置 然后勾出来 勾出来以后左线圈从右线圈拉出来 这个叫做引拔针 我们现在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拿出定型条 定型条要放在 我们把勾针穿入到 刚才引拔针的位置 好 挑起来的是两根线 定型条放到勾针上方 线的下方 我们勾出来 这样子铁丝就包裹进去了 然后绕线退两个线圈 好 把记号扣放在第一针位置 做标记 后面的每一针 我们都要把铁丝包裹进去 先勾出来四个短针 第二圈和第一圈的勾之方法基本上相同 经过大家第一圈勾完了以后 第二圈就很容易就可以完成 我把第二圈的图解 打到屏幕上 大家跟着图解去自行完成 记住 每一针都要把铁丝包裹进去 我们这里第二圈 最后一针完成以后 注意一下 这里有一个引拔针和起立针的针目 是不勾的 我们把记号扣取下来 勾针 穿入到记号扣标记的位置 引拔连接 接着我们断线 然后把这个线头拉出来 把多余的铁丝剪掉 这样子一片叶子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叶子的形状 然后把这个线头在铁丝上面去缠绕一下 好 把线夹在铁丝中间 这样子一片叶子就完成了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组装 首先拿出来我们做好的花心 我这里用到的是三个 然后我们把它就放在这个花杆的中间位置 拿出来和叶子同颜色的线 这样子去缠绕 这个花心的长短 根据你自己需要的一个效果来决定 想要长一点 咱们就绕长一点 想要短一点就绕短一点 好 纱绕了几圈以后 我们把小花瓣拿出来 放到上面 纱绕一下 好 继续放 把这三个去给它交错开 多缠绕几圈固定一下 接着我们拿出大花瓣 放在小花瓣和小花瓣中间这个位置 这样加上去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多去缠绕几圈 绕紧它 缠绕到一定的位置以后 我们把叶子拿出来 放上去 给它夹上去 把叶子继续去缠绕 固定 一直绕到底部 我们去打胶固定也可以 打胶固定一下 把它粘上去会更加的结实 像我这样去给它缠绕也行 最好咱们是去打胶固定一下 好了 断线 这样子一支郁金箱就完成了 这个花瓣我们需要给它打开的话 就可以去给它打开 不需要打开的话 我们就给它合上去 好了 大家开始编织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